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議員王立任 快過年了 跟大家拜個早年 那今年為大家來服務寫春聯 不過有一些創意的春聯 跟他們特別介紹一下 今年最多人要我寫的大概就是這個 So 每個人都希望新的一年 雖然有很好的美食 可是大家都希望說 吃了之後不會發胖 也能夠在新的一年 能夠這個長長壽壽 這個壽跟那個壽字是一樣的意思 那所以今年很多人要求我寫這個壽 那另外還有一個也蠻特別的 就是有人請教我寫這個賀字 那這個賀字看起來是公賀心形的賀 不過它有一個特別的意思 它叫加貝 那貝是過去錢的意思 所以也有很多好朋友希望能夠加薪 那就希望我寫這個賀給他們貼在家裡 也能夠在新的一年能夠加薪 那還有一些工作很忙的人 他就要求我寫一個賢 他希望說新的一年能夠工作上面 除了順利加錢加倍加錢以外加薪以外 也能夠讓事情少一點 讓他的這個生活品質好一點 那所以今年其實有很多好朋友們 希望透過這個創意的春聯 能夠過個好年 能夠長長久久能夠平平安安 如果這影片推介一下 如果記得按照片 我們可以再拍照